花蓮市吉庫部落、達蘇達蘇難部落、吉可埔還有大本部落 這個週末假日同時舉辦了部落風連祭 市長衛家院特別來到了現場和族人們歡慶風連 雖然天空下著細雨,不過族人的熱情依舊不減 接著還有部落婦女帶來迎賓舞 宣告風連祭正式展開,也歡迎民眾一起來體驗豐收喜事 5 日 週六,花蓮市吉庫部落、達蘇達蘇難部落、吉可埔及大本部落 分別同時舉辦部落風連祭 儘管下著細雨,仍不減族人熱情 市長衛家宴也在一早先來到吉庫部落,為族人送上祝福 我們很多種的族群 也很多種的縣市 來共同組成的一個部落、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非常的團結、非常的可惜 那非常感謝我們花蓮市公所 跟部落來連結,然後在各部落舉辦風連祭 那在代表會這邊都會全力的來支持我們花蓮市公所 針對部落的建設以及文化的傳承的相關的預算 期盼未來的花蓮能讓我們原住民的產業越來越豐盛 由頭目何志傑會長曾景祥帶領族人 向祖靈報告部落迎來豐收喜訊 並祈求來年圓滿順利 接著由部落婦女帶來迎賓舞 宣告風連祭正式展開 我們希望部落的孩子們能夠回來一起參加風連祭 更深更我們原住民的一些傳統文化 那在這邊也要感謝我們的所有 不管是園民會或是花蓮縣政府的園民處 以及我們所有的部落事務組長 對於我們風連祭 不管是在我們的族人在先前的大會舞 還是在我們張羅所有的事務 那這很感謝 那前幾天就是我們8月1號的我們原住民日後 那也希望未來我們在原住民的事務 能更加的著力 那花蓮施工所在這邊也會跟我們原型哥 對於我們所有的原住民的一些部落族人的事務 我們會更加的努力來推廣 市長接著前往達蘇大蘇南部落即可補給大本部落 並表示市公所將全力支持部落相關建設 協助發揚傳統工藝 這點習俗及編織記憶等 並鼓勵部落年輕人時常返鄉參與部落事務 攜手將圓民文化向下扎根 記者講方言 黃聯師報導